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久没有见到这个期货在夜盘三点开盘之后就一路直杀向下居然在目前五点半钟左右居然可以跌到白点了 这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这样的波动出现了 有点这个味道不太对了 那另外美股也是一样 各位看到在外期的部分 这个纳指现在目前跌幅达到1.3% 这跌了快150点之多 有拉上来一些些 但是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拉抬 感觉起来还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盘势 也有一阵子没有看到美股在这个时间 就下午傍晚这个时间可以跌这么多的 三大指数都跌了在1%上下的情况 感觉这个波动要上来一点点 这个味道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 这个跟这两天连接到CPI到联准会的利益决议 我觉得有绝对的关系 以及跟这个全球股市从10月以来的反弹 差不多到满足也有大概一定的关系了 我们看到在未来几年的经济的全球的一个状况 应该可以用暗淡无光来形容 这个其实是联准会 他们今年最后一次会议给出的GDP的预估值 这并不是我讲的 各位听听就知道 他把今年的GDP从原先的估值0.2上调到0.5 明年2023年的估值是0.5 2024年的估值是1.6 也就是说到后年GDP也不会超过2%的上升 在9月的时候 他们明年的GDP预估是1.2 后年是1.7 所以很明显的都往下调降 那失业率呢 今年是从3.8的先前的估值降到3.7 但是明后两年 失业率会大幅的上升到4.4跟4.6 而且到2025年失业率还会高挂在4.5 那另外在PC的部分 是从这个原先的4.5调到5.6 这个是今年 那明年是3.1 后年是2.5 在2025年的PC是2.1 另外值得注意是核心PC 这个今年是上调到4.8 从4.5上调到4.8 而且呢明年的核心PC会比PC还高哦 核心是3.5 那后年呢是2.5 跟PC是一样的 那在2025年是2.1 所以可见明年 不是能源价格的问题 而是这个所谓服务业通膨的问题 这个住房成本服务业价格的问题 这个包尔在汇后介绍会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薪资的问题 包括服务业通膨的问题 才是真正这次的这个通货膨胀的结构 最主要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这个明年的PC核心的部分 联准会认为是3.5 这个有点超出上预期了 所以我想这个美股在下跌 大概跌这些因素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同时有直播 我们请到财经VI客Vincent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Vincent今天要告诉我们市场的焦点 将移回基本面 这个Vincent你好 各位投资人大家好 那慕华哥好 这个Vincent怎么看这次 CPI连结到这个利益决议 我觉得刚刚慕华哥讲这个 那就是FONC会议之后 那我们看就是他的这个基准利率 2024是上调到4.1 那明年的话2023是5.1 往上调 好那我的看法跟市场 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你看这一次升两码之后 是4.25到这个4.5 好那意思就是说假设 我直接挑到这个 刚刚慕华哥讲的 2024年其实大概在 也是4.25 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说假设明年都不升息 那这个这个停留在高档 就是现在停留在4.25 他可以停留到超过一年半 对接近两年 对对对对 好所以我看法不一样 我是把从后年把它回看完 那你想想看 维持在这么高的利率 时间这么久的状况之下 我想这对这个企业 经营环境的打击 是不要叫打击 应该压力就相当大 好那意思就是说 他上调到5.1 意思就是说假设 你期待2024可以降息 他是建立在明年继续升息 那这是利空还是利多 各位去想一想 好那假设你 你希望他不升息 好那他就是维持到现在 但是2024他又给你 他就给你锚定在这个 这个4.1 那意思就是说 假设明年不升息 那皆大欢喜 但是他维持在这个 他可以维持超过一年半 你就晕倒了 那也够呛的 对所以不管 那还那还 他还升息 升息还比较好 对 真的在降息比较好 没有错没有错 就是说你 你要降息 你是先建立在明年 他还要继续升息 我不管你要升一码 两码还是三码 所以基本上 左看右看怎么看 好像都对股市不太有利 这就是我的解读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升息 我们看每次其实 他会直接在债券市场上 做反应 可是我们发觉 这一次 我们在昨天晚上看到 债券价格 其实波动没有很大 那就妙了 就是说 我们常讲说 民不以官斗 但是很奇怪 我们就常人家讲一句话说 人会骗人 钱不会骗人 到底是哪一边 对 那我觉得事后我在揣摩 其实应该 我讲结论 就是说FED整个会议 包括参与会议的委员 还有包括本人 其实他们心里有数 其实在往上升 其实有很多方面 他也会面临到 进退维谷的压力 这个我后面有原因 在跟各位提 但是他又不能名讲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知道 官方的任何发布 就是说 他心里面要的目标 但是他怕被误解了 误导了 所以他要另外一个 善意的谎言 我找不到更好形容词 善意的谎言 就是告诉你 我的目标利率 比你们想的还要高 你们不要以为 这个是 好像我讲的时候 这个放缓的就是利多 是善意谎言 还是恶毒的欺骗 我觉得 也是恶毒的欺骗 所以我觉得说 他心里面也许不这样想 他也有压力 但是他不得不这么讲 为什么 我们讲说 其实 除通膨 我们刚讲了很多 很多项目 我们知道有很多项目 但是其实 除了这个 不管是油 还是这个新资 其实还有一项 其实我在揣摩 他心里面讲说 他是不希望股市 在这个地方大涨 你看上次 不是他受访完 开完会 哇马上 一个长红大涨 那我们知道 其实如果股市的资产 其实不只是股市 反正所有的金融资产 只要在这个节股眼 他大涨 其实他是会助涨通膨 一定的 对 对 他是助涨通膨 所以基本上 他也觉得股市反弹够了 所以说 类似这样子 对 所以说其实他心里明明有压力 但是他不能明讲 这是我的揣测 为什么因为两年期公債值利率 那到今天早上 我来看今天早上的 他落在4.23 那不是跟现在的这个 你的官方基准利率一样吗 那反映 他是两年期公債 两年 各位记住 这个两年这个时间很好 那两年期公債 既然这样反映 代表市场 这个是这么多的庞大的资金交易 最后决定出来 那意思 如果从市场的声音 他不会发出声音 但是市场的声音告诉你 可能理论上 他们市场认为说 明年第一季是没有生息的条件 有一派说法是这样 我今天也看到一个说法 就是说 这个大陆券商 中国大陆的券商 他用那个利率期货 跟那个点证图去比较 他比较过去很多次 到底是利率期货准呢 还是点证图准 就是到最后的一个结论 是利率期货比较准 应该是钱不会骗人 就我刚刚讲 人会骗人 钱不会骗人 那他的结论说 如果是利率期货比较准的话 他其实那个大陆券商的 这个结论 跟刚刚Vincent的结论是类似 他说呢 明年上半年 美国经济就会出现衰退之后呢 明年中之后 联准会就会降息了 而且呢 他估计说会降100个点 根据利率期货的话 会降100个点 就是说明年如果下半年降息 就是说利率升到5%了 就明年底就会看到4%了 这个是我看到大陆券商 他们估计出来的这个利率取货的 跟点证图之间的对比 也就是说联准会这个19个官员 都会好难就对了 然后就是我讲二读的谎言 或你讲三亿的 就是说他心里面这样想 但是他不能讲 他怕万一讲的不够 有一点偏割了 哇那股市又大涨 他又不能 但这个条件建构在明年上半年 就明年第一季 美国经济就要开始衰退 而且是明显的衰退 这个几率也是在增加 不能 明年美国上半年经济不能 还是一个温和的成长 他就应该要可能出现一个 1%半2%这样一个衰退 那这样子衰退个三季 这个联准会就真的要降息了 对没有错 所以说那为什么他这么害怕 他还是很顾忌这个通膨 没有被他压下去 那我觉得说其实 我们如果从这个美国CPI数据来看 其实 明总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那个回到节目现场 再请您再分析一下 这个通膨的情况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联准会 它是要消灭通膨 因为他也 鲍尔也讲很清楚 因为没有稳定的物价 就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劳动力 所以他是要消灭通膨 他不是要消灭经济 所以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鲍尔心里在想一句英文 就是read my lips no more hike 读我的唇 不会再升息 但问题是我还是要升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通膨还没有消灭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 现在目前的状况 就是他 进退为股 他知道经济可能会因为升息 而造成重大打击 但是他为了要消灭通膨 他也顾不到经济 先无法顾经济了 但他总是某种情况 要取得一定的平衡风险 所以放缓升息 是这样的做法 因为我们看 他现在的核心CPI 我其实现在 我跟各位投资人报告 你不要去关心年增率 因为你价格不动 他稀奇是电高 你会看到他降的速度很快 但是真正物价 有没有下来 要看月增率 对 那我们如果看那个MOM月增率 核心商品里面 硬体的部分 就是商品的部分 他其实月增率 已经连续两个月 是红字掉下来 比11月 是比上个月 已经下跌 0.52个百分点 但是重点是 核心商品只占21% 对 78% 就将近80%里面 才21% 那核心服务呢 占比较比重 大 有 超过58% 对 那他的月增率是正的 那这叫糟糕 好 那如果再细看 服务业里面 到底是 为什么他们还是 耿耿于怀 我们看那个服务业 跟制造业的薪资 新的数据出来 就分道仰镖 那个 制造业的薪资年增率 是往下掉的 是弯下来的 但是呢 这个 制造业是往下弯 但是服务业是勾上去的 哇 那这下就头大了 那如果我们单独 把服务业 又抓出来看 有很多行业 因为服务业 这边来看的话 他的薪资年增率 是这个 5.2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如果细分行业 可以看到 几个重要行业 全部都在6%以上 什么 什么这个 专业人士啊 经理人啊 行政啊 食品服务啊 什么个人护理 哇 这个 而且是很陡峭 所以说其实 这个 我想FED主席 心理压力很大 心心里痛啊 这个 但是别人不知道 他痛 只要在这个地方 所以从这样来看 他确实有难言之隐 但是刚刚 木华这个讲的 很重要 我刚这个 今天的主题是说 其实我们要回归 基本面啊 因为既然 他都已经告诉你 整个明年的这个 这个点证图 反正都已经透明化 告诉你 这样看 那市场的反应 有一点点差异 他认为说 根本的明年 明年第一季 根本连升息的条件 都没有 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我们如果 回到这个基本面 我们看标普500 这个企业 企业的获利 这个指引 那这个是 Boomberg的质量 那我们一看 过去来讲 每一年都一样 因为他们猜测 你想跟法说会一样 刚开始他们都希望 把讲保守一点 免得到时候 没有达到目标 哇 全市场 这个是华尔街的伎俩 对对对 可是我们发觉 他现在上修比例 几乎快要到零 这个2023年 几乎到零 然后下修 下修的比例 反而是比较动 比较大 然后这个灰色 就是持平 现在没有人敢上修 那这个当然是 这个这个等于 企业的保守度 比过去几年度 看起来就很明显 那如果我们分行业别来看 7月1号跟11月1号 还不是这个月 这个月 应该一周多 就会有新的资料出来 那他全部都是 那个箭头 全部都往下 就是全部都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不往下 能源往下修 金融往下修 保健 工业制造 资讯科技 电信服务 连公用事业全部都下修 所以说我们知道说 其实 第四季的获利 会让 这个是很大的考验 好那第四季的获利 什么时候 刚好是我们 一月下旬 过农历年的时候 二月左右 要发布 好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如果以美国企业获利的话 以各方的资料 来交叉比对 是不是 今年第四季最差 不是 是明年第一季 等于说 第四季本来就 有一个考验了 然后明年第一季又更差 所以我们讲说 如果回给基本面的话 诶 理论上 你昨天的债券利率 是这样走的话 理论上 诶 应该对股市是利多啊 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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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并没有 你并没有 他因为讲说 这个 这个目标利率 还往上抬高 可是债券市场 并不这样认为 债券市场 我刚讲说 他是认为 明年第一季 没有升息的条件 应该是利多 但利多反而都不涨 好那 当然现在 今天晚上 看样子 目前跌的可能性还蛮大 所以他是在反映什么 这我 就是我 我一开始 今天讲的题目 就是说 大家必须 把焦点回到基本面 他现在要反映的 因为你第一季 反正点证图都给你了嘛 大家也没什么争议 就市场重新定价 那定价完 我不管市场怎么看 好就就结束了 但是你回归 如果基本面 基本面的话 现在市场的顾虑是 是说 你可能没有 你还有个考验 这个这个 第四季的财报 还有明年第一季的基本面 可能不是我们想的这么顺利 对 以苹果来讲 什么时候下一次的earning要发布 就是1月25号 明年的1月25号 苹果就要发布 这个 等于说 今年第四季的获利的情况 对 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 可能大家说 就等着刹着等 对啊 所以说你要报股过年吗 Vincent 你要报股过年吗 即便是有挑到好的个股 也不敢比重下很高 好那我们既然 千万不要下毒手 你的金出量很大的 对那我们回到台股 你看我们发觉最近 很多就是也公布了 比如说台湾经济研究院 主济处 中金院 台金院 我们发觉 公布这个台湾GDP的 只要日期越后面公布 下修的幅度是越大 今年央行修正到2.53 对对 还有渣打 渣打把台湾看那么衰 下修到2.2 那台中院是2.5 比主济总处才差两个礼拜 差了0.2百分点 所以我们讲说 其实整个 这个其实 确实没有那么好 他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数据 不是他们当初想的 那我在这边跟投资人报告一下 因为第三季财报 也都公布出来 我们讲说 关系到我们台湾指数 分量最重的半导体族群 他第三季的 所有加总期的库存 是有下降 但是很不幸 因为整体的营收 并不是那么好 所以他 虽然库存的绝对金额是下降 但是所谓的这个 周转天数 反而是上去 没有下来 那如果对照全球 全球的这个 半导体的这个 所谓的周转天数 是创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 那这很可怕 那我 比如说 我上个月 木华哥在问我的时候 我本来原本的认为是说 这个去库存的这个cycle 可能到明年的第二季 大概就可以告一段落 那很不幸 如果按照他现在的周转天数来看 可能要延一个季度 我有问到半导体设备业的人 就问他们说 因为他们这家公司 也是跟台积元有做生意了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估计这个半导体 这个所谓去库存到什么时候 这位人士跟我这样讲 他说他们公司本来 今年要 明年要出给台积元单 台积元叫他们全部砍掉 就是台积元说 你们明年这个办单都不要了 我们单都不要 他们公司就说 你怎么可以砍单呢 那台积元说 好那不砍单 没关系我们要pending 就延后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就说 那你们估计半导体库存 许划到什么 他说乐观 乐观明年第三季第四季 所以变延后一季 也登得到下半年去 但是这个是乐观 他说乐观看法是第三季 这个也不是我讲 这是从这个库存的周转天数 去计算出来 所以台积电为什么 那时候公布营收 创新高的时候 股价不动 事实上就在反映这一点 等于说 它是一个落后指标 等于说 当你下游的去化 速度在变慢的时候 结果你台积电营收 还创新高 代表你塞货的速度是加速的 那变成说 他收转天数 当然是往上飞 所以台积电这一波 500块 从来没有一天收盘 收在500块之上 他最高航到508 就那么一天 508是盘中 那天收498.5 也没收在500块之上 所以我讲说台股的获利 整个我现在讲上市 我们上市公司的获利 就我看过所有的内资也好 外资也好 很多机构 明年整体台股的总体获利 大概是比今年衰退两位数 那差别呢 清一色都是两位数 差别差在哪里 只有有的估比较乐观是11% 有的13% 有的15% 最高还有估18%的 凯基嘛 凯基估 凯基估衰退两成 那这个地方变成说 那大部分集中在什么 就是第一季度会最差 所以说我觉得说 我不管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未来我想一段时间还 大家还是要这个谨慎一点 就要步步为营 修正好事啊 就叠下去才有低点可以买 当然这当然 对 我们乐观看待 乐观看待 正面思考 对对正面思考 谢谢Vincent